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遇到永久 然而你是风 吹在我面前吹过 每一个寒冬 像是刀花车 慢慢长连我该怎么过 你给的伤口 永远难遇的 因为我还默默想变着 花开了 花谢了 爱的花扔为 一而终着 我们曾一起许下沉默 一起到永久 然而你是风 只在我面前吹过 每一个寒冬 像是刀花车 慢慢长连我该怎么过 你给的伤口 永远难遇和 因为我还默默想变着 请 请 何连兄 今日比武切磋 就分成三战两胜 何连兄意下如何呀 不知城主要推派的代表是谁呀 第一战 第一战当然是我的四大箭矢了 他们一向团体作战 以剑阵取胜 若论单打独斗 那就是三流五流的 何连兄想必不会以为我是 以多欺少吧 好 不会不会 这正好给我手下一个见识的机会 那第二战 就是我的未来女婿出战 哦 城主的成龙快婿 想必也是武艺超凡呐 至于第三战忙啊 那就是你和我的 既然如此 我有一个请求 好 但说无妨 久闻城主的成龙展 那是天下绝学 老夫早就想见识一番 待会儿可无必要手下留情啊 不知赫连兄要指派谁呀 是许 只许败不许胜 知道吗 是 盟主为何要答应比武 尖尊想测试我们的实力 这也正好给了我们一个机会 隐藏实力 才能视若诱敌 千行 包括你 第二战只许败不许胜 否则 以剑尊的精明 过招之际 他怎么会不知道我保留实力 是 我手下好像有些怯战哪 刚才老夫叮咛了他们几句 想逼城主不会见怪吧 那是当然 好 那第一仗就由他出场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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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骆迦 还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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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了 我差点忘了 比武还要继续下去 龙剑石 在 去 把水来请过来 是 城主 请水来做什么 我们驻剑城难得有这么个机会 能和至尊盟比武切磋 水来既然是我的女婿 当然不能错过如此甚微 可是 今日是水来大喜之日 这样做恐怕不妥当吧 嗨 有什么不妥当的 大家都是点道为止 又不伤和气 水来可能没有准备 你想得太多了 你不懂武功 你不要多说了 何连兄 下一场想必是人千行出战吧 这是自然 城主 既然我不懂武功 看了也索然无畏 我就先行告退了 别急 赫连盟主 乃是当今的英雄豪杰 能见他一面 是你的福气 赶快敬赫连兄一杯 等我们大婚之日 一定请他来赏光 这一杯 是你的 难道 这杯酒有毒吗 快去吧 城主 城主未免太见外了 成婚之日 我一定会到 何必烦劳城主夫人呢 何连兄 远来的时刻 我们又好好招待 已经过得不去了 让他敬你喝杯酒 也算是见面之礼了 既然这样 那我就跟城主夫人先喝一杯 稍后再跟你一醉方休啊 好酒 城主 城主夫人 改你了 多谢盟主赏连 禀城主 爹 都什么时候了 你让水来去比武 万一伤了怎么办呢 你怎么这么没礼貌 见到贵客 也不问安 我不管 反正你要水来比武的话 我就不干 放肆 你眼里还有你爹吗 还不敢 不敢就好 快把水来给我叫来 要不然你就别想结婚 爹 我就不明白了 为什么不是别人呢 非得是水来呢 撑住 请息怒 今天是令爱的大喜之日 刀枪无言 万一伤到新郎官 我可万分过意不去 我看 这场比武就到此为止 不 如果我的女婿如此不济 那么 不要也罢 不如 我们认输就是了 兄儿 在宾客面前 你如此无逆我 你不要逼我 去销魂礼 撑住 别为难皆兄了 怎么 藏风还活着 赫连兄 你认识他 没有啊 城主说他叫水来 其实那不是本名 他是被别人打伤 小女从河边救他起来 他失去了记忆 所以才叫他水来 原来如此 赫连兄知道他的来历 没有啊 我只是好奇啊 如此相貌堂堂的一个人 名字怎么会取得这么俗气 名字俗不俗气 这不关你的事 有什么好笑的 水来 获得物理 我今天呢 是想知道一件事情 你们中间 谁是任千行 你就是任千行 没错 我没有仇吗 没有 可是为什么我感觉 非常憎恨你 水来 今天比武 只是切磋武艺 点到为止 你千万不可当真 千行 你就跟水来 好好讨教几招 千万不要忘了 我说的话 我说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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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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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休想再见到依依 火山洞 千辛 走开 给我来 水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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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了 我不是水来 我叫燕藏风 封火雷电 天衣四相绝四世 燕藏风已经学权前两世 若让他再学到最后两世 恐怕天下皆再无敌手 封火雷电 天衣四相绝四世 我必须把它尽快地冲掉 水来 你怎么了 我要离开这里 我要去找依依 那我呢 我怎么办 我真的很难过 我希望我 没有恢复记忆 水来 你真的恢复记忆了 我也希望没有恢复记忆 我没想到我的过去 会让我如此伤痛 我是个无情无义的人 我也有何脸没活在这个世上 水来 你别那么说 至少还有我 我会永远留在你身边的 我没有资格爱任何人 对不起剑兄 你这什么意思 我不能跟你成亲 我早就应该料到 会是这样的 一旦你恢复了情 你就不失水了 我也不再拥有你了 我是说 你在我心中 我在你心里怎么样 你在我心里 仍然是最重要的人 我想告诉你这是 我不是不爱你 而是 爱我 你都不能够娶我 你让我怎么能够明白 或许连你自己都不明白 跑不掉过去 就没有办法面对将来 水来 也许从今天开始 我应该叫你 沧风 去吧 去做回原来的你 去做回原来的你 把逐渐成的一切 包括我 当作一场梦 你为什么要这么说 如果我勉强你 你不会快乐的 不是吗 那你呢 你该怎么办 是 人生最大的痛苦 不是失去 而是得到之后 却并不快乐 我承认 有一度我曾经想拥有你 可是现在 我没有办法跟别人 共同存在你的心里 我更不希望你不快乐 是 建兄 你要相信我 我真的想一生一世跟你在一起 什么都不去想 什么都不去管 那个叫易奕的姑娘 对你一定很好 是吧 是 她在你心里 占了很大的分量 是的 好 那快去找她吧 她一定在等你 建兄 去吧 你 你的决定是正确的 小妖狼 你怎么又回来了 沧风 你终于醒了 我留在这里 等的就是这一刻 易奕在什么地方 易奕她 她真的很可怜 你快告诉我 快说呀 自从上次婚礼 你离开以后 任前行传了假消息 说你已经死了 易奕她也失踪了 就连史大娘 也跟着消失无踪 或许 她以消化为泥 也或许 她已隐居江湖 总之 就连我们也不知道 她现在到底在哪里 我真的不该气她而去 让她受这么大的打击 不许 无论天涯海角 我一定要找到她 那拜月儿呢 你难道对拜月儿已经没有感情了吗 否则就算你找到了易奕 你又怎么对得起易奕呢 拜月儿 我对她已经任志一尽 好 如果你对月儿已经没有感情了 那我可就要光明正大的去追求她了 小野郎 我劝你还是跟我一起走吧 朱贤城是是非之地 实在不宜久留 苍蜂 我还有任务在身 我就不跟你走了 如果你要走 就得快走 免得剑尊出来阻止 那要是你想走 也走不了 你们翅膀都硬了 都有主剑了 都不听话了 那好啊 你们教教我 现在该怎么办 盟主 一旦视前行看 如果前行不出手 很有可能会有性命的威胁 住口 前行危不危险 难道我看不出来吗 我会不救她吗 难道连你 也不把我放在眼里 属下不敢 前行 当初我要你将功折罪 毫不吝啬地教你武功 那时候我是怎么说的 一切都是为了临双剑 不到最后关头 不许真正出手 现在可好了 让剑尊有所防备了 到时他拿你开第一刀 我可不会救你啊 属下知罪 你的罪可多了 当初你为什么没杀了燕藏风 这是你第几次失手 下一次 属下一定会亲手杀了他 你没有下一次了 你再也不是他的对手 不可能 我真是还没有尽力 你的实力我会不清楚吗 反倒是燕藏风的实力 我看来不止于此啊 玉儿 燕藏风在驻剑城 你不会不知道吧 我知道 那为何没有提前告诉我 你是不是怕我又要你去杀了燕藏风 对不对 燕藏风会出现在驻剑城里 我也是完全没有预料到 所以你就乱了方寸 不止没有成功离剑剑尊和剑雄的感情 就连驻剑城的一点情报也不给我了 你知不知道 我这次来驻剑城 是冒了多大的风险 如果我对剑尊多了解一些 就降低这风险 你说 你跟剑尊在一起这么久了 你对他了解多少 我 我 剑尊有多少敌人 剑尊的成龙斩练到了第几虫 剑尊对我的真正目的是什么 你知道吗 我才刚来 知道的恐怕比你们还要多 我真不知道你们在办什么事 剑尊想利用我们 除掉慕容华 再除掉我们 我们必须反克为主 刑尊 做收渔翁之力 还有 剑尊想收燕藏封为序 一定是想笼络他 万一真让他们两个联手 事情可是越来越麻烦了 我们不为主力 tin 我们想要参加灾 砍封为库尊 凌双脊脚出事 藏风走路 这些对我拥有何意义 六十年了 鬼政客足足打了六十年 藩宁父就在我手中 我见尊的时刻终于来临了 白虹剑魂都有了 为什么还没铸成 恭喜城主啊 恭喜城主啊 刚才望见白虹剑魂都有了 白虹重天 想必凌双剑已经铸成 为什么会这样 为什么会这样 难道魔剑的遗族 已经骗了我们六十年吧 我们没有骗你 那只是因为少了剑获 什么剑获 我怎么不知道这件事 那是凌双剑最后的秘密 只有我在场的时候 才会告诉你 那你还不赶快说来 事上第一把凌双剑 是五百年前 英顺天大将军 用他自己的血当成剑破 所以五百年后的第二把凌双剑 一样用他的后人当成剑破 英顺天大将军 那只是一个传说 现在到这个时候 到哪里去找他的后人 有个鼎鼎有名的人物 正是他的后人 只是你们不知道罢了 是谁 那就是被你们害死的关玉天 你们这群目光短浅的人 根本就不知道 没有关玉天 就住不了这把凌双剑 还敢打这把剑的主意 关玉天 人死都死了 现在还提他做什么 当然有用 可怜吧 难道关玉天死后尸身突然不见了 你一点都不觉得奇怪吗 难道 是我们到了他的尸身 还取了他的血保留至今 就是为了这一刻 这把剑 我要地 你凭什么留下凌双剑 你又没有剑破 不 我这里也有一个应顺天候 什么意思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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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走 放开我 你自称是魔剑遗族 又把关玉天扯上 想必跟关玉天 有极不寻常的关系 他是我族人 这又不对了 你姓慕容 说是魔剑遗族 那关玉天姓关 却是你口中说的 英顺天传人 这到底谁才是正统啊 那只不过是掩人耳目 你们这些凡夫俗子 根本就不会懂 这世上本来就是强者为王 关玉天被我杀了 只能证明他被这个世上所淘汰 是吗 我爹当初把铸剑之术交给铸剑城的时候 早就约好了 铸出的第一把剑就要交给我们 如今剑尊想来 您也想跟着狼狈为奸吗 好 很好 既然你说强者为王 只要你们能够打赢我 我就可以把两家六十年前的约定给忘了 你就这么自信 先天刚气再强 你毕竟是血肉之躯 就没有一点弱点了 先天刚气 虽说犯不上世上最强的武功 不过要对付你们几个还是绰绰有余的 那就先打过才能算数 你就这么急着投胎 放开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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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开我你 放开我 他本来是我从外面买回来的小剑毒 放开我 没想到 他竟然就是关羽天的儿子 别抓住我 放开我 放开我 如今刚好派上用他 真是天助火焰 原来如此 那可太巧了 慕容兄 你口中说的英顺天的传人 那关羽天的儿子不知道算不算呢 何连兄 这个小孩 应该是你的心腹之患吧 不如趁此机会 送他和关羽天去见面吧 好极了 城主的美意我心领了 抓起来 慢着 就让这个娃儿在我们面前 验证他是不是真的 不是吗 无论怎么说 他也是我的族人 我总不能坐视不管吧 这话都让你自己说了 我今天非用他未见不可 龙剑石 在 把他给我抓起来 是 救命 我 都不是 不 救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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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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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慕容华 你在騙我 你還有什麼好說的 城主 慕容华 他根本就不把你當成一回事 事到如今 除了逼我出絕招 還有什麼話要說嗎 沒想到赫連馬竟有如此偉媚般的輕功 若加上他的分心戰實在難以逼他 也難怪強入關羽天也會帶著他的手下 哎 哎 嗯 嗯 哼 啊 啊 嗯 先天剛器 分心杆 成龙杆 你违背雷云定 今天我要让你付出代价 虽然我打不过你 但我也不会让你带走零双剑 凭什么 因为我得不到 别人也休想得到 我现在就把它毁掉 零双剑是我的 可怜吧 来 我们决一四战 你已经中了我的分心掌 八脉剧烈 你还敢逞强 我一样可以杀了你 你想不到吧 我现在正用我的绝招来对付你 成龙杆第九章 成主不让我进去 我是去帮师父 还是去找藏风呢 玉姑娘 我看大家都快撕破脸了 这里难免有一场混战 你为什么还留在这里 我不要你管 我当然要管 因为我不能眼睁睁地 看着你有任何的危险 既然你知道危险还不快走 我真的有事情 你也帮不了我 你真的认为我这么没有用吗 跟你有没有用没有关系 重点是我不要帮忙 是不是只有藏风才能帮你 很可惜 她已经离开了 她去找依依了 你不要再说了 你走开 不行 你不能走 如果你卸了敌 剪罪和杀了你 放手 对不起 我必须把你带走 这一切 都是因为冰儿的出现要毁 我要回去 跟我爹 揭穿他的身份 冰儿 冰儿 下 Cliff a 爹 你来做什么 还不快走 我不走 走 我不会扔下你不管的 熊儿 爹 我给你疗伤 不要管我 你快走 雪儿 千辛 快杀了奸尊 千辛 你怎么还不动手 幸福不高耳边 唯一突出怀念变成前 我们如果更不顾一切 走不走得到永远 孤单漂泊几年 心事无声无息 一堆成雪 我的季节 暂停在三月 细雨绵绵的感觉 遇见了谁 又错过了谁 念旧的人 视而不见 有玫瑰 有玫瑰 你的心无划破心头 痛到泪滑落 我却始终不曾放开过 你给我的承诺 我不相信爱不能让命运 也要偷 也要偷 日数容不成全 恋人重逢 你的心无刺转眼睛 透出了寂寞 那时别人不曾看过我 脆弱柔情面孔 只要爱能到的地方 就不算跌破 愿心为你 天涯海角踏破 追着走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